香港飽受黑暴摧殘 经济民生遭受沉重打击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再次重创经济民生 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 工联会坚持撑劳工为基层赞公义 努力不懈为打工子女争取权益 共联会多年来一直争取将法定产假延长到14周 2020年7月9日 相关议案终于在立法会三读通过 共联会将继续争取实行全新产假 取消新筹补贴上限 设立6个月的产后工作保障期 增持全新产件假 进一步保障在职负累缺益 工联会争取多时的 还有或一两个假期 在工联会努力下 2020年1月成功争取政府承诺 逐步增加法定假期日数 由12日增加至等同公众假期的17日 不过工联会不满到2030年才完成 或一假期 将继续争取加快落实 消除打工仔女不平等待遇 疫情之下失业严重 由于政府一直拒绝推出紧急失业 现金津贴 部份工友只能申请失业重换 但又遇到重重的障碍 例如有工友被要求将保单斩揽 花光现金价值 才可以申请失业重换 在工联会多番争取下 政府暂时缓免这个不合理的安排 失业重换申请日将于今年第二季开始 获得阔面计算保单现金价值 在高失业率之下 协助失业工友重返职场 是全社会迫切的工作 工联会2020年11月 启动《旧失业到时间关外行动》 同月在旧龙、新界及港岛 先后举办三场大型招聘会 提供近3000个职位空缺 合共有超过2000名市民参加 另一方面 工联会推出了 找公华禁义一站式服务平台 滚动式介绍各个行业的职位空缺 通过网站、WhatsApp等方式进行职业配对和辅导 帮助失业的打工子女力得职位 我要工作、我要公道 工联会今年5月1日提出多方面诉求 我们要求即时发放紧急失业 停工现金津贴 增赐多元职业培训和提高津贴 创造就业机会 加快落实临时性职位 尽快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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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政府外判 保障底层労工收入 公联会与打工子女同行 加强支援重灾行业 协助工友度过时间 新时代新公运 公联会前行 撑劳工、为基层、斩工仪的理念 将日如既往为打工子女的权益福利 为打工子女的乐业案居 以反斗